文美集团美国升学这通车是华人网与文美教育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 北美首档大型的网络直播教育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 还有升学的建议 在我们的整个节目过程当中 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家长 有任何美国的升学教育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也会请我们的嘉宾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提供大学申请以及规划服务 全美有12家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 会尽心的为华人子女来提供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权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您想跟文美的客服来进行互动 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评议来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8-789-0942 今天在我线上的 好的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文美快问快答幻解 好的 又到了万博士来回答大家问题的时间了 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 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可以问 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到 然后呢来汇总起来 请万博士来给大家做解答 当然也可以直接联系文美集团 好我们来看第一位家长的这个问题 他说非常喜欢直通车这个节目 为我们家长如何规划孩子在美国的成长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也非常的感谢万博士 也谢谢这位家长对我们的节目的关注和支持 他说想请问一下万博士 我家的孩子想进社区大学 那么是否社区大学的学费会很便宜 但是升学率也是一样的呢 好的 那么这个其实应该是最近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 那么我们在面临一个抉择 哎 录取的这个学校呢 不是自己最想去的 然后呢 可能还要花很贵的学费 对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有的时候很多上社区大学的这个想法呢 不是家长提出来的 大部分都是孩子 因为孩子他有自己的朋友圈嘛 是吧 到这个时候都在考虑自己去哪里啊 这个各种信息源的汇总 是吧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一看 社区大学基本上都是免费教育啊 没错 免费教育 那么再加上这个升学率呢 相对来说比较高 是不是 就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就觉得哎呀 那挺不错呀 是吧 应该是不是就去啊 是吧 那当然了 好的东西呢 当然是有的是吧 但是差的东西呢 肯定也是有风险的 当然我不知道咱们这位家长是在哪个州啊 那么这个社区大学呢 一说社区大学肯定是公立的啊 就是没有私立的社区大学啊 这个是没有的啊 那么有私立的学院 但是没有私立的community college 那么community college绝对是公校 那么这个公校呢 社区大学的话呢 它的是服务社区的 那么这个社区的学校呢 它的升学率 包括它的这个教育质量 各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不仅仅是说每个州的政策不一样 每个这个区的这个你的升学历啊 各方面情况也不一样 那这个跟什么有直接的关系 就跟你这个社区的整体的受教育程度水平 教师水平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社区大学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啊 因为我想这个家长他上社区大学的目的 他肯定不是为了两年之后就 孩子就去工作了 应该是说他的升学 他讲到升学率嘛 那应该讲的就是说 哎 那我两年之后 哎 社区大学可以转学啊 进到四年之大学去读大三大四 就可以毕业了 是吧 有这样的一条路 那么这条路的话呢 我觉得你要考虑到几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的话呢 就是说 你要有出于你而不然的精神 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 那我只是说 去社区大学读书的人 各色人种都有啊 各自的目的都有啊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社区大学 我觉得最缺少的是什么呢 缺少的是一个学习氛围 每个人呢都不属于这里 那每个人呢都是去那里 达到自己的目标 无论是拿一门课程 还是拿几门课程 哎 我这个哪里技能工作上有欠缺 我要学一下 是吧 那可能一门课 所以这个学校里面呢 他的整个的学生群体 跨度也比较大啊 可能从高中生啊 大家知道很多学校和社区大学 高中和社区大学 是有Dural Enrollment Agreement 对 那就是你可以去社区大学 去拿课的 对 你有高中生 但是有大学生 甚至还有呃 这个年龄比较大的 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七八十岁的呃 爷爷奶奶在那里上课 都有可能啊 所以呢呃 就是说这就是你面临的 一个挑战 就是他的呃接触的年龄跨度比较大 那这里边就有可能孩子受到某一些人的影响啊 而改变了他最初的一些目标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家长要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呃比较大的因素啊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要判断一下 哎刚才咱们说了 咱们在对比哎 我上的这个学校 和我进社区大学重新走起这一条路 那我觉得就是说孩子的自学能力 自主学习意识有多强 他对考进名牌大学的执念有有多强 为什么这么讲呢 啊 那么如果孩子的自学能力相对比较弱 我就建议你先进四年制的大学 你先去读 咱们就中国人说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啊 是吧 那么你进了一个四年制大学 到时候你学习成绩再差 你也能混个大学毕业 没有问题啊 但是呢 如果你进了社区大学 你之后目标各方面发生了变化 孩子又属于刚成年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如果你成绩不好 说实在的 你可能进不了四年制大学了 那你这个变成一个走独木桥 所以它是有风险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分析判断一下孩子的自学能力 对这个考名牌大学 它有多大的勇气和信心来完成这样一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往往有一部分孩子 他现在应该处在这个刚刚这个高考结束 不理想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他内心是充满了这个憋着一口气 我要努力是不是 但是这口气一旦过了半年一年泄掉的话 那么他所面临的挑战其实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我之前也反复讲过 对于我们亚洲华人来说 在美国尽量能上到一个名牌大学去 其实是对我们整个的人生是有巨道的加分项的 因为我们不像这些本地人口是吧 他们有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 所以我拼的就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 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的话 我们的家长要比较慎重的来进行考量 那么包括你在这个转学的过程中 那么如果你先进到一个四年制的大学去 其实你也可以转学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考量 唯一你需要想的问题就是孩子的学费的问题 就是社区大学基本上是免费教育 因为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助学金补助 本来就很便宜几百块钱 在一补助的话 基本上还给你一些福利 所以可能唯一我们考虑的就是 我们学费的一些问题 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万博士 所以看要考虑的问题这么多 这位家长如果是 您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还是直接来联系文美集团 请万博士来给您做仔细的梳理 那么下面这位家长的问题是说 请问有没有说过 UC细节有这个扩招的事情 您是否了解 UC已经扩招了 今年就扩招了 去年UC Berkeley就扩招了5000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政策 就是要继续扩招 而且扩招主要都发生在 UCLA伯克利和UC圣地亚哥 这三所学校5000到1万人的规模 对吧所以这个规模的话对于本州人来说是好事 但是对于外州来说可能要降温了 为什么这两年UC的录取率逐年降低 就是因为一个是ICT的问题 它是首一个首个明确指出来 在初始审核阶段不看ICT的学校 是吧所以很多全世界的说不看ICT 那我就深呗是吧 所以这个所以他的今年的录取申请人数高达25万人 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25万人 那像UCLA伯克利这两个单独的学校 申请人数也达到了15万人的这个规模 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它要扩招 扩招主要针对本州的这个居民 所以这个本州的这个学校 这个学生肯定是入学率会越来越高 但是我也是非常担心 其实在没它扩招之前我就讲 UC的孩子们真的是不容易 我就说大学4年下来基本上都属于自学成才 大学4年下来发现没有一个老师自己认识 老师也不认识自己 UC很多本科毕业生 这个考研究生的时候最发愁的一件事就是 汪老师我找不着推荐老师给我写推荐信 都没人认识我 我上的课都是两三百人一起上 是吧 那因为毕竟扩招了这么多人 他怎么办 老师的规模就这么多 对他采取的办法就是扩大一个班容量 所以都在居院里上课一样 是不是 对吧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教育质量 我觉得也是在逐年下降 我觉得不仅要扩招 还要扩招聘教职员工的队伍的建设 也要跟得上才行 主持人 是的 确实这个扩招其实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 觉得是好事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巨大的压力 因为这个里面这个证明跟你竞争的人多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来做规划 好下面这位网友的问题是 我感觉领导力对于我家孩子简直是无解 万博士每期的节目都是在听 这个收益匪益浅 那么也试着把学到的传递给孩子 但是无奈的孩子的性格就是不动 像这种情况 这个来询问万博士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好 我觉得领导力这个词 对于有些孩子来说确实是有点太高大上了 是吧 那么太高大上了之后 他觉得有点遥不可及 就跟自己没关系了 对 是吧 而且这种东西也不是说你让他当领导 你把他架在那个位置上 他就可以的 是吧 这也不是这么现实 我觉得这位家长放低一下心态 咱们不考虑领导力了 咱们考虑什么呢 咱们考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的素质和能力 你在这些方面尽量给他进行一些锻炼和提高 其实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这个所谓的领导力也就水到渠成 我对领导力的理解 我觉得可以把它拆分为几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就是说孩子的爱心 责任感 这个其实是领导里面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做任何事情孩子他要有责任 他要负责他首先要对自己负责 然后他要有爱心 他要能够主动去帮助别人 因为一字俗话就是说这人他能够操心 他如果愿意操心的话 但是愿意帮助别人的话 那这个就属于很核心的一个领导力的一个素质 你当领导就得想得多 不仅想着别人还得想着其他人 对不对 所以你得让他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你这个是可以这个想办法通过一些事情来 咱不提领导力 咱们提这个是吧 还有就是说这里边很重要的 就是孩子的这个人际沟通交流能力很重要 那人际沟通交流能力是可以锻炼出来的 比如说演讲辩论 包括一些这种公众面前的一些表演 比赛是吧 这种公众项目包括体育 我说也是一种表演 是吧 通过这些东西来让他这种有很好的这种表达 而且不切场 那是什么 就是说勇气 勇气可假 你得能表达的出来 能表达的出来 然后你还敢于在外面表达 是吧 这些很重要 那表达来自哪里 表达来自你脑袋里要有料 是吧 所以你对孩子的知识的 知识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扩充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基本的素质你去弄 是吧 应该最后集合到一起 他就可以当leader了 你别总看着这个leader很好看 然后这些因素你没有去实施的话 他当不了leader 所以怎么样 要让孩子操心 有责任感 关心他人 是吧 然后要有勇气 勇敢的面对任何人 不怕跟别人陌生人聊天 不怕发出自己的声音 有自己的这个想法 是吧 敢于去表达 这些东西 你要如果能够抓住的话 孩子的领导力 其实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是的 谢谢万博士 你看这不是无解的问题 这个在万博士这里 都是有解决方法的 所以大家要这个 好好来看我们的节目 有问题来直接咨询万博士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万博士 升学规划几年级开始 这个问题我们好像 回答过很多次了 万博士 新观众 新观众就要不断的回答 不断的来告诉我们的移民家庭 不同的时间段 他们有不同的想法 那么从大学准备的角度来说 前天还有一个家长 我在跟他过大学申请表的以后 我一看 哇真的呀 万老师 七年级就开始问了 是吧 那么什么意思 大学申请表里七年级 已经涉及到一些问题了 会问你七年级干了什么什么 八年级干了什么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大学从来就是一个竞争性的东西 他不是 所以他就和这个高中的理念相背了 大学是要把最好的人弄出来 是吧 所以他七年级问你 八年级问的是什么问题 他七年级 他的问法很搞笑 他问的不是搞笑 是很有意思 他七年级八年级 他不是问你七年级八年级干了什么 他是问你七年级八年级干了哪些高中生该干的事 是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一个你比别人优秀的过程 是吧 无论是你心理上的还是这个实际行动上的 还是在学业上的 你是不是七年级八年级就已经干了高中生该干的事了 那就是领头羊 你就优秀了嘛 你就outstanding了嘛 对不对 是吧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说大学从来是要选优秀的人 要比别人走得更快的人 所以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申请表里就从七年级八年级开始问了 那么准备我最小的孩子是从五年级开始带的 那用更起早两年 因为你很多东西不是说你想比别人超前 我家孩子现在是五年级 万老师你不是说要提钱吗 好 我直接让老师教他九年级的东西 请问他能会吗 他会不了 你五年级和九年级中间差了四年 怎么办 你这叫拔苗助长 对 对 所以呢 你必须有一个逐步提速的过程 所以呢 你要提前两年 所以我们定下来是五年级之下 我是不收的 因为孩子太小了 他的整个的人生观对大学的认识都还没有形成 但是基本上从五年级小学结束了 基本上算是从这个阶段开始 那么他就一已经要开始思考整个的升学的规划的准备工作 那有些人九年级人说你九年级开始问了 那九年级你七年级要开始准备 是不是 所以你至少要有两年的提前量 是吧 就刚才这位家长问的领导力 你一样让他九年级有领导力 但当官就能当 你不得提前先把刚才我说的那些基本的素质好好练一练 对不对 是吧 所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永远都不早 永远都不晚 我们的服务是从五年级开始 当然我们现在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宣传教育 我觉得我们的华人家庭越来越懂这个了 越来越低龄化了 那么我们现在我主要带的都是五年级到八年级 比较早的一些孩子 那么因为他们更需要一些深层次的 宏观性的知识性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引导 那么到了十年级十一年级 可能技术性引导的东西就更多了 技术性引导的东西其实就比较简单 那往往是前面的这个引导呢 就更考验了我们这个升学顾问的这个经历 甚至我是把我人生阅历各方面的东西 真是跟孩子交朋友谈心一样来分享他教育很多东西 一些要潜移默化的来影响 他就不像是那种十年级十一年级的那些孩子 我刚才讲了技术性的 你把这些知识点东西给他 让他去背让他去实施就好了 那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后面呢就会更急功近利一些 那么越早的话呢越稳是吧 越能够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上真的是成人成才 那进名校他变成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 所以这也是我们完美的一个教育理念 就是越早的介入有这么一样的一个人认识 那么我昨天还跟一个孩子家长聊天沟通 那么沟通什么呢 这个孩子的家长感谢我 说这个万老师谢谢你 其实我们家孩子非常聪明 智商非常高 我们家几个孩子都是进名校的 他其实一点有问题没有 但是就是这个家里面发生了一些特殊状况 感谢你过去半年 你对我们家孩子这个引导啊什么之类的 是吧 然后现在他逐步走出来 然后怎么怎么样 你看这个东西你说跟大学的那个什么领导力 什么GPA考多少分ICT有关系吗 关系不是特别大 对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顾问的一个 综合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引导 能够让孩子走出来 并且重新树立了一个目标 把他的内在的这个学习动力挖掘出来 算是导致了成功 那么我还有另外一个家长也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情 那么从9年级跟我到了11年级 但是由于家庭的原因 大家知道我们都是分期来付款 我们分4次付款的 是吧 那么分期付款 那么他中间服务中止了 中间服务中止 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不好 我们几乎不太有这种对我们服务不满意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分4次服务不好 我们知道如果服务不好 家长就不用付款了 所以反而是这种不付款的情况 你越给家长这个权利 家长越对我服务满意 但是这个人确实是 就是停掉了 为什么停掉了呢 是因为家庭出现了经济危机 停掉了 停掉了之后的话呢 过去的半年 他原来是有一个低谷 他在国内是比较 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 来到美国之后呢 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就是这个生活条件就已经比较凋落了 所以孩子原来在国内就相当于是个富二代 那么在这个富二代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来了美国之后 虽然家庭条件 哇掉下来了 但是的话呢 生活学习习惯都还没有 所以我在给他沟通的前半年非常困难 但是我基本上没跟他讲大学申请的事 我都在跟他讲怎么这个人生啊 什么孩子啊 怎么这个他嘴 这个怎么沟通交流啊 后来我就把他给骂哭了 你知道吧 就是说我是软硬兼施啊 最后调整过来 学习成续逐步上来了 逐步上来了 后来家长就停掉了 为什么 因为家庭条件实在是有点支撑不住了 过了半年又回来找我 他说万老师 哎呀不行 我离不开你了 说过去这半年 孩子又又六神无主了 又跟没了方向一样 又跟没了方向一样 又又开始那什么 说我能不能再给你分期付款 是吧 我每个月给你付款 这个也是让我很感动 既然又回来了 是不是 那么家孩子又这么需要我 其实我们已经分4次付款了 你现在又变成每月付款了 是吧 其实我们原则上是不接受的 但是这个孩子 因为我已经带了两年了 我非常了解他 他后来变得非常努力了 但是由于各种情况 是吧 由于这个我们之间没有办法继续 这个然后回来之后的话 哎呀那我说好吧 那我就同意你是吧 那我也进行了一些折扣 就是说我还是想帮他带 为什么呢 孩子既然之前已经回来了这个方向了 尤其是对他们这个家庭来说 孩子考到名牌大学去 是吧 那么才是他们这个家庭 甚至他自己改变人生命运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对 所以我答应 我说从这两个例子 我就说 有的时候其实这个也不一定是万老师多么的高级 或者说能力多怎么样 但是确实是这个外来的和尚 他能够给孩子传递出来一些信息 更容易让孩子接受 对 那么更容易接受了之后 他取得了一种更容易的这种信任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充当了孩子和家长之间的 这么样的一个调和剂的作用 对 所以他就会这个效果反而就出来了 所以不一定是万老师多牛 但是确实是有了这么样一个调和剂的 这么一个counselor的这个角色 是吧 让孩子的不至于迷失方向 然后而且目标越来越清晰 动力越来越足 所以一切又都会变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几年级准备呢 我觉得从看咱们节目开始吧 没错 是的 谢谢万博士 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不停的这个节目当中 都会收到这个家长的不停的询问 万博士都是非常有耐心的 给大家一次再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讲解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讲解当中 都会让我领悟到其中一些新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节目 可以帮助到这些家长和同学们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还是要直接来咨询万博士和文美集团的 可能对大家的帮助会更大 那么文美集团是享誉 美国的华人教育的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呢 只做一件事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 来提供大学申请 还有规划的服务 全美呢 会有12家的办公室 7天营业 万博士领先的硕博顾问团队 也会尽心的为华人子女来提供 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呢 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评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8-789-0942 今天非常感谢万博士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给我们留言 那么文美集团美国升学之通车 在每个周五 每夕时间的中午1点 我们都会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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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书 我们下期见 小红书 我们下期见 小红书 小红书